从自己肚子里钻出来的孩子怎么就不是自己亲生的了呢 只有强势的那个胚胎最终顺利的活了下来 2014年在美国华盛顿有一对年轻夫妻 在医院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产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婴 这本来应该是一件令全家人都感到非常开心的事 但这种开心没过多久就被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打破了 他们发现这个男婴的血型居然跟父母的血型遗传完全对不上 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夫妻马上就带着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果然不出人所料 这个爸爸并不是男婴的亲生父亲 这下俩人傻眼了 要换作是普通家庭的人生儿育女 那这哥们绿帽子肯定就带定了 可是试管婴儿肯定是不会有出轨嫌疑的 于是这对夫妻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这个医院在操作过程中有什么失误 导致用错了小蝌蚪 于是这对夫妻马上就聘请了律师 并且在律师的配合下刮取了父亲和男婴身上的皮肤细胞 又做了一次更精准的亲子鉴定 但结果依然令人沮丧 这哥们根本不是男孩的亲生父亲 这下可把这对夫妻给气坏了 他们来到医院指责医生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但是医院却拿出了夫妻做试管婴儿当天的记录 表示说 那天你们是来这里做试管婴儿的唯一一对白人夫妻 而你们的宝宝生出来也是白人 你们那天根本没有别的白人来捐精 这根本不可能出错呀 这下事情彻底陷入了僵局 然而正当父母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近乎崩溃的时候 一个遗传学家朋友 建议他们去做一个足系基因鉴定 这种基因鉴定的厉害之处 就是不但能测出是不是亲子关系 还能通过数十万个遗传标记 来确定DNA家族血缘族谱 简单的来说 就是把祖宗十八代的血统统统给测出来 以此来尝试是否能给男婴找到亲生父亲 事到如今可能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这对夫妻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毅然决然的带着孩子去做了这个测试 这不测不要紧 一测之下 这一家人都吓傻了 鉴定结果显示 男婴的亲生父亲居然是男人的弟弟 孩子的叔叔 妻子的小叔子 眼看着事情就要向家庭伦理局的方向发展时 男人大吼一声 别闹 我可是独生子女 从小到大 我家就我这一个儿子 我哪来的弟弟 就当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伦理梗 搞得彻底崩溃之时 研究人员告诉他 别慌 可能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这很可能是奇美拉现象 记住这个词 我们接着往下讲 在2002年 一个名叫利蒂亚的美国母亲 因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并且肚子里还怀了第三个宝宝 所以不堪重负的情况下 就准备申请社会救济金 在美国 申请社会救济金必不可少的一个流程 就是要证明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并不是骗来拐来的孩子 以此诈骗政府救济金 所以就需要进行DNA亲子鉴定测试 利蒂亚在进行了DNA亲子鉴定后 结果令她大吃一惊 根据DNA鉴定显示 利蒂亚并不是两个孩子的亲生母亲 这下利蒂亚可彻底懵了 从自己肚子里钻出来的孩子 怎么就不是自己亲生的了呢 起初利蒂亚以为是DNA检测搞错了 于是她和两个孩子就接受了三次的DNA测试 但结果都如出一辙 她并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因为不能证明利蒂亚是孩子的母亲 所以她不但无法成功的领取救济金 还被社工指控利用拐来的孩子诈骗社会福利 随后司法部门介入 要求剥夺利蒂亚对这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并且把两个孩子暂时送往孤儿院看管 以待后续调查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调取了医院的生育记录后 司法部门发现 医院确实留存了利蒂亚生育这两个孩子的记录 这就奇怪了 有生孩子的记录也有孩子 但是DNA检测结果却没办法匹配 这时法院就说了 你这不是肚子里还有一个吗 你必须在政府社工和证人的监督下 生下这第三个孩子 然后马上做DNA亲子鉴定 随后这第三个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生了 马上就与利蒂亚再次接受了DNA鉴定测试 但结果仍然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这个孩子也不是利蒂亚亲生的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这么多人亲眼看着他生的 全程都有记录 直到这一刻大家才意识到 利蒂亚可能遇到了奇美拉现象 是的 又是这个奇美拉现象 随后法律援助小组经过多方协同合作 努力测试后发现 在利蒂亚的身体中 竟然有四组不同的DNA遗传基因 其中两组占据了身体绝大多数器官的主导地位 而另外两组只出现在了利蒂亚的生育器官当中 然而遗传给孩子们的也恰好是存在于生育器官中的这组DNA 所以检测人员在利蒂亚的头发皮肤细胞获取的样本测试结果 显示孩子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从他的卵巢取样时 他的DNA则和孩子们完全匹配 险些失去孩子的利蒂亚最后终于在多方努力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法院也承认DNA证据中存在失误 最后判决利蒂亚的三个孩子都是亲生的 那么这个由救济金引发的案件虽然说完美的结束了 但是却引出了一个令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齐美拉现象 Kamira齐美拉现象这个名称 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的尸首扬身蛇尾神兽 在1907年德国遗传学家温克勒 首次把正常人携带至少四组DNA的现象称之为齐美拉现象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欠合体人类 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孪生兄弟姐妹 他们是在母亲怀孕期间同时降临在母体内的同卵或者异卵双胞胞胎 他们会在母体内顺利的成长发育 待十月怀胎之后一同来到人世间 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 但在残酷的现实中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欠合体现象 一般来说欠合体分为两种 同源欠合体和一元欠合体 同源是指欠合体成分来自于同一受精卵的欠合体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染色体自发或诱发性的激变或者突变产生的 而一元欠合体是欠合成分来自于不同受精卵所产生的欠合体 我们都知道人的受孕必须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胎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从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受精卵就因为某种原因融合在了一起 那么随着它们一同分裂就会形成一元欠合体 它们和同源欠合体一样 欠合成分都可能包含不同的DNA染色体 这部分表述可能听起来既繁琐又复杂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 就是双胞胎在发育的过程中 随着孕育逐步推进 两个受精胚胎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发育比较弱 那么这个胚胎就有可能会死去或者消失 而另一个发育比较强的胚胎 就有可能会将这个弱的胚胎给吞噬吸收掉 最终两个胚胎融合成一个胚胎 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嵌合体人类 虽然说看起来只有强势的那个胚胎 最终顺利的活了下来 但是比较弱势的那个胚胎的部分组织器官 却在融合发育时转化成了强势胚胎的组织器官 这样一来就导致最终顺利降生的证明 拥有DNA不同的组织器官 有科学家认为这种嵌合体现象在物种中发生的概率很可能高达10%到15% 像一些瞳孔颜色不同 肤色明显差异的情况 都有可能是齐美拉现象所导致的 那么听到这里 我想大家应该都能顺利的理解 在第一个案例中 男人的孩子不是亲生的故事 其实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男人的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自己的 这点毫无疑问 但好巧不巧的是 他的弟弟就真的是他弟弟的 我来组成逃报